好 国际焦点我们来看到 在以色列跟黎巴嫩边界的交火 现在使得黎巴嫩南部引发了野火 延烧好几公里 虽然大火蔓延的是无人居住的区域 但是接近村庄跟橄榄园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正在跟黎巴嫩当局合作扑灭火势 但是呢 强风热浪跟地雷区 都提高了大火扩散的风险 在以巴爆发冲突之后 黎巴嫩的真主党 几乎每天跟以色列的部队在边境交火 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名的真主党战士丧命了 以色列则是宣称至少有7名军人不幸阵亡 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有说 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的空袭 以及造成将近50名的人至丧命 好 根据以色列的官方统计 有224个人遭到哈马斯的绑架 而加萨卫生部表示 连日来以色列对加萨走廊 进行报复性的狂轰滥炸 已经造成巴勒斯坦人7000多人丧命了 这是哈马斯首度在社群媒体上表示 也有50位的人质因此丧命 但是呢 目前相关的说法 没有办法得到证实 好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出现转向了 因为五角大厦已经宣布 要把艾森豪航母打击群改派到波斯湾 加入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 而且呢 将会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展开军演 当然此举很明显就是针对伊朗而来的 因此引发伊朗的抨击 美国明明说自己不希望战火扩大 但是不断的军援 以色列让局势升级 言行举止非常的虚伪 中东地区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际关注焦点 而美国五角大厦21号宣布 原本派遣至东地中海的艾森豪号航母打击群 改道加入美国海军第五舰队 这支舰队是美国专门负责中东防御的海上力量 总部位于巴林临近波斯湾 威辙伊朗的意味相当浓厚 五角大厦还表示 数架美军F-16战机也被派往中东 根据外媒报道 美军驻扎在中东地区的部队 最近遭遇14次袭击 总共有24人受伤 五角大厦表示 敌方使用无人机及火箭进行攻击 为了加强防御及作战能力 以美军为首的联军部队 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军事基地展开实弹演习 美方还指出 这些攻击事件幕后使者就是伊朗 但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伊朗高层下令发动攻击 伊朗则是抨击美国 虽然呼吁临近阿拉伯国家保持克制 不要卷入尾巴冲突中 但美方不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正是火上浇游的行为 双方隔空对峙 局势若继续升高 两国恐怕会实际交火 卷入这场血腥战争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